- 歡迎大家收看OT萬事屋- 我們打橫說話吧- 歡迎大家收看OT萬事屋- 藝術部- 大家看到標題都知道我今次會做這個- 租門炭治郎的一個body painting- 去向非常大見的- 藝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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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 - 藝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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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事不宜遲,繼續我們做造型- 嘩- 嘩- 好漂亮喔- 可不可以給觀眾看一看- 看嗎-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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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喔- 可不可以給觀眾看一看吧-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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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剝過甜美吧-剝過甜美之後呢 就盡力不要有太多表情 如果不是呢 -甜美就是有可能會幫你更加上笑了 我要...我要貼住這個上面沒有表情放在這裡笑 被人拍這麼多次照片 我懶得第一次被人封名 你本身的甜美是鮮的 對 那這樣呢,我就不找到很多東西了 我感覺到現在都覺得張著我 哇!Oh my god!Oh my god! 不過打xD 馬賽克巴的臉 馬賽克整張的樣子 我的臉很不錯 那你馬賽一條命 跟你沒有條命全是什麼分別了 那是時候脫衣服了 搖身一邊我已經赤了上身 因為其實這個是一個body painting 你看到我的妝已經是足齊代化 但是我的上身呢 當然啦 還沒那麼快可以看到 好了 我們這裡除了是一個藝術成份的節目之外 其實也是資訊性的節目 我在這裡想跟大家說一些關於鬼滅之刃的一些事情 但是以下下來的一些想法 是我看完鬼滅之刃之後的一些突發奇想 與原作是無關的 大家都有看無限滅車 故事內容我就不多說 大家都知道是關火之神神樂和炎柱的一些延續故事 對不對 我自己就對於炭治郎一家是有一些好奇的 就是你開波一看的時候 它是練水之呼吸的 我覺得這一個是一個很大的腹筆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它是屬水性的 對不對 但是看過漫畫動畫經過一輪之後 才發現原來它是火屬性的 這件事是很厲害的 當然在各大網站或各大評論都已經告訴大家 其實它的名字已經暗藏著這個腹筆 首先我們去講解一下炭治郎的姓氏 大家看到這樣寫是非常難讀的 但是我以下下來想跟大家講的一個想法 其實是以中文或者是以中國傳說神話的角度去看 所以其實真的沒有關係 去找到這麼多資料就想跟大家講一下 好了 先講一下這個字 這個字 讀造 廣東話讀音是ZOU三音 即是租早造造造造門 所以炭治郎的全名就叫做造門炭治郎 顧名思義 其實炭治郎 你一看第一集 你都知道 他是一個賣炭為生的小朋友 但是他再加多一點點東西 就是這個造門是他的性 代表著他全家人有一些意思 我就上網看看這個造字是為什麼 原來有很多中國古文都會接觸到這個字 這個造字原本的意思已經有生火煮食 或者是創造食物的一些意思 原來這個造字可以配一個詞就是造神 造神是什麼呢? 其實它英文的名字叫做Kitchen God 發生什麼事? 原來這個造神就是造軍的意思 因為造軍也有很多不同的名字 所以其中一個名字就是造神 再看看他日文的發音 造緣炭治郎的日文是Kamado Tanjiro 造軍的日文是Kamado Kami 整件事真的不是巧合那麼簡單 其實會不會這個Kamado一家和造軍是有關係的呢? 炭治郎一家小小代代都是侍奉神的 是侍奉火之神的 日本其實都有很多火之神 例如是什麼呢? 家具土名 當然這些可能就是作者自己本身去參考的神 但是在我看到這麼多的資料之後 我還會覺得 挺有趣的 其實他會不會小小代代侍奉的就是造軍呢? 我沒有東西多 手巾最多 這個叫做日論花子意識 是造門一家的全家之寶 所以這個是炭治郎很重要的食物 我昨天就說了他出來 希望大家都過去看看我製作的片段 記得看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留言、分享 最重要是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鈴鐺 如果不是